今天来看怎么回事 今年的春节有9天的连续假期 两岸的春节包机大热卖 尤其是上海航线更是一味难求 结果尴尬的是 台湾原本推出的36班上海春节班机 被中国大砍了 45%这将近一半都砍掉 那么导致上万名的旅客春节行程 统统受到影响 民航局是说 航空公司在包机申请核准之前 就先偷跑卖票 当然必须要负责上后 那么消息会则是这个痛批 说不应该由民众自己买单 说航空公司要加倍赔偿 春节前夕 传出原本申请36班的上海春节加班机 被大陆砍得只剩下20班 所有机票却老早销售一空 估计可能有近万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主管机关民航局则表示 谁卖的票谁就应该负责到底 航空公司他们有点先跑 航班还没经过行政机关的核准 那么是不能有手卖票的 那么所以卖了票的话 那么当然他就必须按照 那个运送企业那么去负责 目前受影响的包括华航 长荣跟复兴 各家航空公司不是遭到减班 就是被迫取消 加起来一共少了16班 而这些旅客该怎么办 华航透露可能转飞杭州 或者是全额退票 长荣则计划用大飞机 取代小型空中巴士 不过旅行社透露 现在就算要转飞或改日期 恐怕也很难 一定很难定 变成客人就是 请假的时间要分改 或是甚至于 我相信应该有些人 都没办法回来 可以过年 旅客其实蛮无辜的 卖又 卖的时候 饼饼饼饼饼 也定不到 定到了又被 又被取消 真的很恐怖 是应该业者 除了把机票 汇用退给消费者以外 还要赔偿 一倍以下的 惩罚性赔偿金 春节加班机 1月9号才受理申请 却早在去年12月初 就通通卖完 旅客付完钱 却被取消 现在恐怕各个气的 直跳脚 咱们新闻总导 而大三通在开通之后 本来应该更方便 台商返乡的 没想到 这才大三通之后 第一波的春节 第一次 就因为中国民航局 大砍上海飞台北的班四 结果有超过上万名的台商 面临到订了机票 却没飞机可搭的窘境 那么在北京的台商 同样也是叫苦连天 本来单程直行票价 应该只有台币一万多 却硬生生变成了两万五 这真的是贵了一倍了 没有动用关系 说还真的是买不到票 大家叫苦连天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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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